大家都打电话 想到这里 老头子不觉信心大增 天飞了下来 老头子吃了半块海鲜肉 和一条去度去度的飞鱼 睡着了 又不怕吊声 大头顶了又 大头顶了 全部公量都放在哪里 然后把尖上的绳子稍微放下来 全身都在吊杖上 把一切重量拖出的用水 可是大鱼不让休息 只需在海上吊杖落下 吊绳带飞快的外溜 老头子背部和左手 为抗拒绳子的拉力 可伤得非常严重 背部和左手都长得像火烧一样 和左手都长得像火烧一样 虚伤之一 大鱼开始占一圈 大鱼继续转圈子 过了两个钟头 老狗子汗入雨下 从骨子里感到疲乏 他眼冒金星 汗水淹着刷入 也淹着脸上的伤汗 他多想在船头休息一下 可不然了 当下的马鱼转了三次弯之后 他看到了大鱼 他不相信自己的表情 老狗子有那么大 老狗子 要坚强 老狗子在心里设计